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重新整妆再出发 曾经登上澳洲女性时尚周刊 封面人物的利亚皮特 她是一位脸部完全毁龙 而且手指节肢的超级马拉松运动选手 她不仅热爱户外运动 跑步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2011年 她参加了澳洲一年一度的 100公里超级越野马拉松比赛 在赛程途中 异常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 将她围困在深山中 当消防员巡获她的时候 她全身表面有将近65%的严重烧烫伤 而且脸部都被毁容了 她在医院整整昏迷长达一个月 在手术台上曾经三次停止心跳 为了避免有其他的病发症 医生建议必须将她的七根手指都截肢切掉 才有可能存活下来 经历了超过20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花了两年半的时间 利亚皮特才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而在病床上 她必须面对自己外表的恐怖及内心的挣扎 面对这些让她难以接受的现实 后来她在家人及未婚夫的鼓励下 走向了复健的道路 在复健的过程中 最让她苦闷的就是 不能透过跑步来调整自己 她说我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 但现在却得重新学习基本动作 譬如怎么站立 怎么坐下 怎么把手臂抬高90度等等 这真是一件很沮丧的事情 经过了三年的时间 利亚皮特终于能够走路 能够跑步 她甚至还参加了人生第一场铁人三项比赛 她的比赛成绩让她成为媒体报道的公众人物 这场森林大火 虽然烧掉了利亚皮特的外表 但却没有烧掉她对生命的热情 也没有烧毁未婚夫对她的爱 他们步入礼堂成为夫妻 隔年更是传来怀孕的喜讯 虽然利亚皮特因着身体有严重的烧伤重创 怀孕时比一般人承受更多的痛苦 但是她刚强不放弃的意志力 带着她走过最难熬的日子 如今她投身于公益行动 并且撰写自撰 在全球进行演讲 她用亲身经历来鼓励大家 重新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 故事中的利亚皮特 让我们看见一个人 如何面对失败及苦难 她心中有一股刚强的力量 驱使她承认自己毁容和节制的事实 她接受自己的软弱不完美 并且从软弱绝望中活出刚强的新生命 圣经中使徒保罗曾经说过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与软弱凌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亲爱的朋友 真正伟大的能力是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时 就是靠主刚强的时候了 所以领导你身上的每一件事 都不是偶然或是巧合 这些难处都是为要使我们来经历神 使我们有机会认识上帝的良善 认识上帝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亲爱的朋友 勇敢面对人生的失败 积极面对环境的挑战 就是成功的开始 祝福你 无论你过去或现在的情况如何 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能死 上帝就有空间 彰显大能在你身上 如此 你终将重新整装再出发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